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7月16号的早上 7月16号是周二 昨天是7月15号周一 在Milwaukee召开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上 正式的提出了作为川普的搭档 竞选搭档 也就是未来的副总统的候选人 这个候选人 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听说过了 叫J.D. Vance James David Vance 这个万斯他是什么人 他是1984年8月2日出生在俄和俄州的一个小城 这个小城的名字叫Middle Town Middle是中间的意思 Town就是小镇 这个Middle Town是位于什么地方 位于Dayton到Cincinnati 这两个城市之间 我们知道Dayton有一个美国最大的应该说是空军博物馆 为什么我说它是美国最大的空军博物馆呢 你去过就知道了 因为我专门花了整整的一天时间在那 还觉得只是看了一个皮毛 太大了 很多地方都没有来得及看 还看飞行表演 因为我儿子曾经在那个地方 附近邀请我们去玩 所以我们就过去了 所以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那么万斯他出生在这样一个比较偏僻的乡村 也可以说是阿巴拉奇亚山的山区 这个绵延的地方 那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 他的家庭又是相当悲惨的一个家庭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万斯出生之后 还在学走路的时候 他父母就离婚了 所以呢 他基本上没有得到真正的 没有得到父爱 因为他的亲生父亲 他后来就等于是 在他没有祭祀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享受过他父亲给予他的爱和观看 就是一般正常的父亲带着孩子 他没有 他是跟着这个自己的外公外婆长大的 包括他的这个姓 都是来自于他外公的姓 而不是他父亲的姓 就是他的亲生父亲不是姓万斯 对吧 所以呢 所以他是非常可怜 那么他的母亲结了五次婚 他母亲的第三任丈夫 据说愿意收养 收养他做孩子做儿子 但是呢 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是没有 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去管他的 所以呢 他和他妹妹都是 在外公外婆那个地方长大的 那么后来呢 他读中学的时候 表现得非常的优秀 在中学里面就出类拔萃 所以呢 在中学的时候 老师就鼓励他 就是让他以后要读好的大学 他的本科读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学 学的是政治科学和哲学 是07年 不对 他是09年 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本科毕业 本科毕业 他得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 本科的就是说最高的荣誉学位 然后呢 他就用拉丁语表示的那个最高的等级 然后后来 对这个我其实应该再往前说一点 刚才忘记了一段经历 就是他中学毕业以后 并没有马上读大学 而是去服役 在哪里服役呢 美国海军陆战队 而且呢 赶巧碰上 伊拉克战争 他作为伊拉克战争中的战地记者 因为军队里面有军中记者 他是可以清零前线 跟其他军人一样 但是他的主要职责是 这个报道战斗的整个进展情况 还有军队里的一些事务 所以后来呢 作为美国这种在战争中 立下功询的荣誉军人 申请学校是很容易的 无论这个出的学费 也都是由军队来出这个学费 就是国家会安排照顾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申请好的学校 只要你的智商 你的勤奋努力足够的话 应该是可以进入民校学习 所以他进入到俄罕州立大学 OSU去读政治科学和哲学 这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然后后来本科毕业以后 又申请去读耶鲁法学院的 这个JD 也就是所谓的单科法学博士 一般当律师 你必须拿到JD 有人说也不是必须 有的人是LMM LMM就是用第一个字母 有的人开玩笑说这个老流氓 就是说 就是算法学硕士学位 但是这个翻译的还不准 因为这个在某种程度上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 LMM就是有的时候 真的是不亚于这个JD的这个含金量 有的人说你是有的人先得到JD 后去拿这个LMM 这个所以呢 很奇怪 就是每个地方不一样 那么他呢 读的JD 然后这个耶鲁法学院 大家知道是美国法学院中的 这个应该说没有争议的第一 多少年都是第一 排名第一啊 你要讲说是美国名校 就是按照美国那个权威的大学排行榜 每次排的话 那像哈佛耶鲁 斯坦福 普林斯顿这样的学校 他总还是有名次上的微妙变化 一般来讲是哈佛普林斯顿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或者有的是两个并列第一 所以他们都是轮番的在变动的 但是在法学院方面 唯独法学院好像耶鲁是永远的第一 这个话可能说的有点大 但是呢 就是说长期以来大家公认的 心目中公认的最好的法学院 就是耶鲁法学院很难考的 那你考那个LSAT 就是法学院的入学考试 满分是180分 一般考到173分以上 就算是非常好了很牛了 就可以进很好的法学院 但是如果你要想进到那个最牛的法学院 一般是175 还不一定保证 177可能是比较有把握的 那就是说你要考到177分以上 才有可能进耶鲁法学院 虽然没有人说一定要177分 那你可能175分也能进耶鲁 那就肯定就是有其他的一些长项 对吧 或者173也许你能侥幸的进耶鲁 那可能也是有其他的特殊的加分 所以呢 我觉得能考证耶鲁法学院的人是真够牛的 再加上他有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这样一个经历 是战场上的一种亲身经历 就很不容易 他在读法学博士期间呢 他的一个导师就是一个著名的写虎妈的那个书的这样的一个教授 这个教授呢就鼓励他就说这个你自己其实可以写一本自传 因为可能了解了他的这个过去以后就觉得他的身世很有这个怎么说呢 很有故事性很有意义就是经历很丰富就建议他写一本自传 大家想一想一个30岁左右的人 或者讲一个20多岁就是快快接近30岁的人去写一本自传 听起来似乎有点是有点什么太早了吧 一般人写自传什么时候写 通常也都是四五十岁以后 写的比较早的比较杰出的人才人物可能在40岁就写了 像胡适有一本四十字数 但是呢通常绝大多数人写自传都是六七十岁以后 那这个他30岁左右就开始考虑写自传 不是说他本人有这个意愿 而是他的教授希望他写 那写了以后呢很快就获得了成功 也就是说这个出版之后啊 2016年出版的这本书 书的名字叫这个一个乡霸佬的晚歌 或讲悲歌 也有人说一个乡下人的悲歌 这个书的一名呢是逸林出版社出版的 就是一个乡下人的悲歌 是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了 这本书是很有影响 为什么很有影响呢 他当年就在纽约的这个书 最最畅销书的排行榜中啊 这个排列位居前列非常受欢迎 你想想一个名不经传的 可以说还算是个学生 法学院在读的学生 然后出版这么一本书 然后居然能够获得这么空前的欢迎 是很不容易的 这本书里面反映了什么呢 后来有很多的批评者不喜欢他的观点 无论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还有很多人都不喜欢他这本书里面 好像说他在书里面太苛求那些蓝领工人 他认为那些劳工阶层中有很多人懒惰 不思善尽 然后呢就是经常这个酗酒吸烟吸毒 然后有很多这个不好好努力的这样的一个 所以呢他们这个阶层呢是不容易向上流动的 因为我们说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 这个流动性社会流动性很强 也就是说你从底层社会底层 只要你努力奋斗就有可能 就跃升到社会的中层乃至上层 虽然讲在美国的阶级划分不是那么明显 但实际上还是有的 人们内心中还是有的 所以呢这个你像万斯本人 他就是这样一个奋斗士 从这样一个不幸的家庭 居然能够最后奋斗到今天这个地步 他也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美国总统 首先副总统似乎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很快他就有可能 我相信这次川普可能会胜出 再继续担任 担任美国总统这个职务 万斯作为他的副首 副总统 那万一川普再出现什么其他的意外 那么万斯就有可能成为美国总统 即使川普没有出什么事情 任期结束 再到下一个任期 2028年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再竞选 那万斯呢是很有优势的 美国历史上 副总统竞选成为总统的也是很多的例子 所以呢这个他今年非常年轻啊 到现在是39周岁 39周岁的话 你想想他这个年富力强吧 年富力强 就是说他还有很多的历程吧 那么这样一个人 大家看好的是他的很丰富的经历 对吧 刚才讲的他 首先是在一个普通的 他甚至自嘲为乡下人 在那样一个偏僻落后的山区农村长大 然后在中学中出类拔萃 然后呢去当了美国海星陆战队的战地记者 然后呢又读这个世界一流名校法学院 这个成为法学博士 后来他就毕业以后呢 他就是从业 在那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律师事务所 这个工作一年时间 那个律师事务所是什么人 是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夫人米歇尔奥巴马 在那个同一家律所工作的时候 他们认识的 后来呢有人说 他们也有人说不是在这个律所认识 他们是在哈佛法学院就认识了 就是说奥巴马夫妇 对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是他们夫妇在这个律所 也一同工作 可以说加深了感情 所以呢 这个律所呢 万斯也工作了一年时间 然后呢就到旧金山去 他去旧金山干什么呢 他不是再去当律师 而是成为一个风险投资的资本家 风险投资者 大家知道风险投资者一般是你手中要有很多的钱 你没有钱怎么成为风险资本家呢 那估计就是说你有人脉 就是你能找来钱 你自己没有那么多钱 但是你的号召力很强 你可以把很多牛人聚集到一起 然后呢有很好的idea 有很好的项目 然后呢就能够吸引到资本 所以呢 万斯就是这么做的 据说他筹资能力很强 他一个人就筹资九千几百万美元 将近一个亿是他一个人筹资筹来的 那么再加上其他人 所以这些公司呢很快就有一定的影响 大家知道在旧金山湾区 这个里斯坦福比较近的地方呢 大家都叫硅谷 著名的硅谷 所以呢有很多高科技公司 有很多世界上特别有名望的这个投资家 企业家聚集在旧金山湾区硅谷一带 甚至还有一些从世界各个地方 专门来带着巨额资金来找项目 就是说这种情况呢 应该说是在全世界是比较少有的 对吧 就是说从硅谷发迹 就是说从硅谷开始 显现他的价值到今天 几十年过去了 他到今天都没有衰败 还在继续的成长 非常了不起 所以万斯呢不仅是一个优秀的 到底算不算优秀的律师 这恐怕要由客户来评价 那至少呢他是在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过 又是一流法学院毕业的 对吧 那么后来呢他又跟这个投资界非常熟悉 跟商界非常熟悉 跟那些创业的企业家们非常熟悉 同时呢他又出身长大的那个区域 是属于美国的这个农业区和一些工业衰败区 就所谓铁锈带 所以呢他的这个出现 或者讲他在政治上要代表的是那些蓝领工人 尤其是铁锈区 铁锈区比较突出的几个州 俄海俄州 宾夕法尼亚州 这个密西根州 这样的一些州呢都是 很多选民都是把他作为自己的代言人 所以呢他票数啊应该说是有很大的这个民意支持的基础 那么他在那搞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在2016年又觉得还是要从政 他是2016年又回到了俄海俄州 在当地呢参加一些政治活动 然后寻找机会建立自己的人脉 然后再寻找政治资源 最后呢他就竞选 竞选议员 那么他在2023年的1月份成为美国联邦参议员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他几乎没有在政府中长期的工作过 对政府的运作不是那么了解 但是这么年轻 又这么没有什么特别的履历啊 我说的是在政府中工作的经历 他居然能够一跃而成为代表俄海俄州的 这样的一个联邦参议员是相当不容易的 所以呢他的外形形象 他的政治观点见解和他所代表的名义 就是使他人气很旺 那么他有哪些政治观点呢 他的政治观点主要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 那保守主义呢 一般就是要恢复美国的传统 所以很多人说他是川普所提倡的 麦嘎运动的这个继承人 麦嘎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是使美国再度伟大 这样的一个口号 那么这个口号的这个内涵呢 就是说认为美国现在在衰败 美国很多的传统的价值观正在被摧毁 是谁摧毁的呢 是左派所谓进步主义观点 那些过度的强调一些个人自由的 一些左风们 所以这些造成了美国社会的撕裂 有很多的传统价值观 都是被破坏了 大家知道同性恋 美国呢是宽容度非常高的 由一开始是这个抵触反对 到后来呢是逐渐放开 后来成为合法化 但是后来呢 又出现了很多社会现象 就是变性人非常的普遍 变性人普遍呢 有很多是成年人自己的选择 那个大家没办法 因为你自由嘛 你想你选择要变性 你就变性做手术去 但是呢未成年人 有的是十岁十一二岁的孩子 完全还没有真正心智发育成熟 身体也没有发育成熟 在这种情况下 居然让他们自己选择 你愿意成为男人 还是愿意成为女人 你要愿意的话 你可以去做变性手术 不用去征求你父母的意见 你自己就可以决定 这是谁告诉这些孩子们的 是学校的老师 而学校这些老师 就受到这些左派 左风目的观点的影响 居然这样去鼓励孩子们 在十一二岁 十三四岁 就没有 起码就是你正常的一个孩子 你说什么样的时候才算成熟 连十六岁都不能算成熟 对吧 十六岁只是略懂一点 十八岁在中国是成年人 但是在美国二十一岁才算真正的成年人 所以呢 你十六岁 你恐怕连拿驾照的机会 都就是十六岁是勉强 有的州规定十六岁可以获得驾照 对吧 但是喝酒呢 是二十一岁以后才能喝酒 对吧 所以说这有很多的规定 那么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 就是造成了很多家长的愤怒 因为家长不知情 孩子就做了变性手术了 你说是不是令人非常的恼火 所以这样的左风现象 万思呢当然是非常愤怒 万思就是说应该立法 阻止这样疯狂的行为 也就是说医生应该有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 就医生不能够就是随意的做变性手术 你没有得到这个家长的准许 你这个对那些未成成年人来做变性手术 是一种犯罪 所以呢他的观点非常的鲜明 他反对堕胎 但是有人就提出来了说 如果要是有人是被强奸的 或者是乱伦的怀疑生了 要准备要生孩子的话 难道他们也不能堕胎吗 他的回答说是两个错 夹在一起并不能成为一个正确 也就是说你本身 你被强奸本来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或者讲乱伦已经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了 但是呢 你又允许他堕胎 那他就能变成一个好的事情吗 他这个话呢 有点有人说是有点狡猾 就没有正面的回答 到底应该怎么处置 是同意人家堕胎 还是不允许人家堕胎 那么后来他就解释说 说堕胎的权利呢 应该是联邦政府应该规定 就立法规定 一个最低的限度的一些原则 而90%的这些具体的细节 应该由各个州自己去做决定 那么这个他做了一些修改 但是从态度上可以看出 他是从基本立场上来讲 是反对堕胎的 几乎是反对一切情况的堕胎 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如果是被强奸的 或者乱伦的怎么样 他并没有旗帜鲜明的痛快的回答说 如果是强奸的或者乱伦怀孕的 就应该允许他堕胎 他连这样的话都没有说 所以他在有些方面的观点 被人看作是极右的观点 那么还有呢就是他反对乌克兰战争 这一点呢我当然是不赞同的 他这个乌克兰 这个反对乌克兰战争什么意思 反对这个对乌克兰进行援助 就是主要是这个意思 就是美国应该不应该 这个全力支持乌克兰去打败俄罗斯 在这个观点和立场上呢 我当然是不同意万斯的说法 万斯说我们没有必要去这个全力支持乌克兰 他说我们连自己的边界都不能保护 我们还为什么要保护别人的国土边界 这个话说的有点过于自私 这个不像是美国政治家说的话 因为美国政治家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面至少 对吧是积极的 这个在国际事务上也是积极参与 甚至是强力干预的 所以突然如果让美国变成了一个 对国际事务特别重大的那种侵略性的战争 视作不见或者是几乎是不遇任何援助 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他的理论和观点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首先要防范我们自己的边界 当然他美国的边界不是被别人军事入侵 你像加拿大会侵略美国吗 墨西哥会侵略美国吗都不会 但是呢他说的边界的安全保卫边界指的是 从墨西哥边界大量涌入到美国的非法难民 所以说他第一个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点倒是跟川普呢是非常相同 在立场上川普说要建墙 那么万斯也说他说要提供12亿美元 一开始说的是比较少 后来又说的是三十几亿美元 大概是三十八九亿美元来建设 就要完成这个边界墙的建设 大家想想好几十亿美元用来建墙 建了墙是不是真的能够真正阻止非法难民 也不一定 只能说好一点程度会大大减轻这样一个压力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这个政策了 他主张这个在贸易方面实行保护主义贸易政策 也就是说不是像过去美国那种 美国倡导并且力行的自由贸易 跟全世界国家最好将来都能达成零关税 但是呢他不是他跟川普一样 就认为我们要大大的提高 大大提高关税尤其是对中国要刻意很高的关税 那么有的人说这样的话 可能是是不是就是说对中国 这样一个极权统治来说 会形成一种压力是一件好的事情 应该支持 我个人当然希望美国能够对中国这样一个极权统治 进行在很多在政治或者军事方面形成很强大的压力 但是呢我并不主张这个对中国刻意高关税 刻意刻这个合理的关税 什么是合理呢 就是说他能够保护到美国的一些 又比较薄弱的产业 保护美国一些关键性的行业 但是呢又不能够说完全背离贸易 自由贸易的政策 就是说自由贸易是一个原则 就是说过去美国 几百年来基本上都是倡导的自由贸易的政策 虽然讲有的时候在某个历史时段 他可能采取贸易部保护主义的政策 但是那是权宜之计 从长远来看 美国的战略是自由贸易的战略 所以这个方面呢 你不能做的太过度 你可以可一定的关税 但是如果光靠关税就能够搞好这个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还是世界贸易方面的关系格局 是变好还是变糟呢 是对美国一个国家有利呢 还是对全世界有利呢 这个从长远来看真的是对美国经济有利吗 因为我们学经济学很早就分析了 这个自由贸易 就从经济学角度来讲 这是无庸置疑的 虽然说你在某个时段你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 但是从长远来看 从基本立场来看 应该是支持自由贸易的政策 所以我在政策方面 当然跟万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他也没有系统的学习过经济学 那么他的观点呢 也许在他这个就任之后呢 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受到各种制度啊 受到各种政策和一些力量的影响 他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但是我们现在只是讨论这个观点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我感到非常高兴的一点 就是他非常年轻 我在前一天 就是应该现在算是前天了 14号的视频里面说了 我说美国总统大选啊 今年大选的关键看点 不是谁当总统 谁当总统 其实两个老头我都不喜欢 无论是川普当选 还是拜登当选 我都是觉得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但是呢 关键的看点在于 副总统要选年富力强的 有能力的 有远见的 而且能够将来发生重大变化的 在很多方面呢 能够带领美国 真的是恢复 往日的辉煌 就是至少回到80年代 里根主义的那个政策 那个状态中去 所以呢 让美国再度伟大 这个是一个好的 而且美国优先 是一个重要的战略 那么这次万斯在竞选过程中 就是他倒没有说是正式的参加什么总统竞选 但是实际上他也是在拉票嘛 那么他自己呢 就是表现出了美国优先战略的这个重要性 包括这次他能够获得提名 也是很大程度上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有那些代表着蓝领工人 劳工阶层 铁锈带的 包括那些山区的 比较偏僻的农村的居民们 他们可能就心理上更加靠近 愿意支持他 愿意支持万斯 万斯的太太是一名印度裔的移民 后来成为美国人 他的父母呢是来自印度的知识分子 他们家是在这个圣地亚哥 加州的圣地亚哥 然后他父母都是大学教授 所以这个万斯的太太 这个小的时候呢 就爱读书 被同伴们称为书丛 说他这个谈谈话呢 好像是挑挑很有条理 同时呢 经常在学生中成为领头人 被称为是未来的领导者 他们俩呢是在法学院学习的时候 同时呢又是同事耶鲁法学院那个杂志期刊的编辑 两个人都是骨干 所以呢 彼此相互的了解爱慕 最后呢走到一起 他们生了三个孩子 生了三个孩子呢 这个现在他可以说全身心的来支持丈夫来做一些事情 我们在这个Milwaukee 这个Milwaukee这次共和党大会的现场 也见到万斯和他太太一起在公路面前出现质疑 所以现在我们看呢就是说 美国的希望所在 不能老是依靠这些七八十岁的老朽 就是八十岁边界的老朽 一定要看三四十岁的年轻人 这个美国总统的话 从过去的一些基本条件要求上来讲的话 都是要你最少最少也得有三四十岁吧 就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过去好像是规定 美国总统是四十岁以上还是三十岁以上 好像是三十岁以上 就你至少要有三十岁你才能够有资格 你首先得出生在美国对吧 然后你至少要满三十岁 那我为什么有印象说是他至少要满四十岁呢 难道是后来改变了吗 那为什么反正我的印象中就是 曾经有这个四十岁以上才能当总统 这样一个印象 也许我这个以前的印象记错了 现在我看到的应该是三十岁以上 那不管怎么说吧 就是万斯是一个希望所在 将来呢 有一天我希望他成为美国总统 当然我也希望他的政策会发生一些修正 这个至少呢 民主党里面目前还没有能够出来一个 就是可以跟万斯相提并论的 这个年富力强的年轻人 或者是在各方面都能够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 如果有的话也应该早一点把他 把拜登啊就是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经常颠三倒四 就连方向都找不着的 这样一位就是太年长的人换下来 最好是最后形成两个年轻人的对决 所以呢 我希望至少在二零二八年那一次大选的时候能看到 两个年富力强的人在进行竞选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差不多两个人差不多都是八十岁左右 对吧 这个两个人来竞选这样的一个位置 好的 我今天先说到这儿 这个拉拉杂杂主要是介绍万斯这个人 这个其实我昨天就打算做 后来呢 我有别的事给耽误了 所以我想今天做也可以 好 今天先说到这儿 谢谢各位